嗨 大家好 我是先生阿嬤 今天阿嬤要來分享這個滷豆干 他們說好久沒有吃滷豆干了 所以阿嬤今天要滷 放在冰箱裡頭 隨時隨地都可以吃 放一點油 薑片 放進去爆香 每次有滷了你們也就會吃 只是你們有說要吃我才會滷現在 你們也沒有說我現在也不要做那麼多 因為吃不完對不對 我看乾燥 你們都好吃了 還有桂皮 這個八角 四六八這個才真正八角 夾了會七個 真的啦 就變成了 現在先把盒子翻炒 阿嬤會放醬油 放一點素蠔油 黑糖就是要讓它的顏色比較漂亮啦 你用黑糖就不用炒糖色了 放黑糖的時候就是說那個 醬油也不用放那麼多 那我們現在開盒讓它炒一下 可以啦 可以啦 水 看你們的東西多少 阿嬤把水放進去 這個水讓它滾 好 這個湯已經滾了 阿嬤滷了樹雞 還有豆干 放進去煮 所以兩斑下去要滾 你們這個時候你們試看看 有沒有鹹度 阿嬤吃了剛剛因為有放醬油 還有蚝油不夠鹹 這個要給它有入味 所以你還要放一點點鹽 比平常的湯還在鹹一倍 辣椒放進去 滾了以後 讓它小小火讓它慢慢滾 你們假使喜歡裡面有空洞的 你們蓋子蓋著蓋密一點 你們不要有空洞的 旁邊就要留一點點紅 不要太密 把它滾了 我們把蓋子蓋起來 轉小火 然後你們不要有空洞的話 你這個就留一點點紅 讓它煮半個小時 時間到了 我們煮的差不多了 這樣子 這樣的軟度你看 QQQQQQQ 好 你看 這樣可以了 已經好了 有入味了 然後阿嬤會放一點點味素 你們不放也沒關係 阿嬤會放 你們這個時候你們試味道 就這樣子 就好了 烘冰箱冷的時候也可以吃 你們小時候要配飯 配韭菜 你們拿來切 可以來切 切好的時候 你們就放個樹蠔油 它這個比較軟 它這個會比較硬 你看你們要吃哪一種 油豆腐也可以滷 不一定是要這樣 看你們喜歡吃什麼 就滷什麼 就很多種可以滷的 好 那我們就把火關掉了 阿嬤把豆干滷好了 希望你們喜歡 你們動手做看 小孩子可以吃 老人可以吃 可以帶便當 可以配酒 慘嘴巴可以吃 那種的又會很便宜 那今天就拍到這裡囉 訂閱萱萱大早會 拜拜